我簡單補充一下 我覺得其實以民進黨的立場來講 對民進黨最有利的是什麼 就宋楚瑜就留在藍營 就每天在那邊罵馬英九就好了嘛 那到時候有可能是綠的票給他喔 因為他其實蠻會罵的喔 他講話言之成理的時候 是綠的人有一些部分會過去的 其實不會的 其實不會 其實留在那邊 他不見得要拿很多票 再把藍營 因為現在你看 最近馬英九聲望有一點下跌 就被宋楚瑜罵了嘛 對 那就我們下個小時要談 你罵他你無能啊 不會做事啊 救災也不會救 但是他沒有想到說 有能無能不是嘴巴講的 有時候你嘴巴救災救的很會救 真的去救不見得都會救 以前很會救 現在這十公里不見得就會救 好這個林委員我請教您 那這個為什麼 比方說有人就在喊 是小英當總統 楚瑜當隔魁 或者是說這個李聰蔡這個結盟 當然這個我們看到蔡英文已經講說 未來民進黨不打算跟親民黨合作了 可是從頭到尾我們聽到的 國民黨方面的聲音好像不是很大喔 好像比較感覺是相對低調一點 我想國民黨是處於一種 很無奈的狀態嘛 他怕說多了就哀罵嘛 不是這裡罵就是那裡罵 所以國民黨現在當然是希望說 還是跟宋楚瑜宋主席呢 能夠坐下來談 然後找出問題所在 然後把它解決 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總統大選一定很難選嘛 連立委員都不好選嘛 所以如果國慶合作的話呢 是對雙方都好嘛 但他現在越講話 你們會越著急啦 但是我們當然很著急啦 你知道嗎 因為說實話啦 這個歐巴馬在上次的 這個美國的其中選舉過後呢 林委員你剛剛在說話的時候 突然就一陣搖晃地牛翻身耶 感覺好像政壇也在大地震啦 這跟講話的無關是 這個主題太嚴肅了 等一下我們會插播一下 最新的地震快報 美國其中選舉啊 結果是民主黨是大敗 歐巴馬是有一個檢討的 歐巴馬說呢 我政策做了很多 但是我的政治做得不夠 所以這個政治跟政治的問題啊 其實政政最後去換成選票的 未必是政策問題 是政治問題呢 所以我現在是要請這個 國民黨要注意這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國民黨跟親民黨的問題 不是政策問題呢 國民黨最後可不可以贏得 總統大選跟立委選舉 也不見得是政策的問題 是政治的問題 你政治沒有處理好 你政策再好 最後結果都不會太好 但是我至少有一點 我可以確定的啦 你說以松仙的智慧 他會跟民進黨合作 我認為不可能啦 不可能 你說他們哪一個東西 掉在半天高 說這個是行政院長 希望松仙對他有所期盼 然後跟民進黨合作 至少罵罵國民黨 我認為松仙的智慧 所以以我都覺得這是不可能 松仙的智慧比我高 你認為他會覺得可能嗎 第一個講蔡英文的個性 最了解蔡英文的是誰 其實是蘇貞昌嘛 他們兩個人的交惡 不是因為選總統 當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你看他們兩個人有沒有 非常融洽的幅度 沒有嘛 兩個個性都是非常強的人嘛 蔡英文如果選上總統 萬一啦 他選上總統 你認為他會找 宋楚瑜先生來當行政院長嗎 他一定找一個個性螺合 能力也可能不是不見得很強 然後他可以去控制的人嘛 以他的個性他就是這樣啊 他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也是這個樣子的啊 你覺得他選了副主委 有很厲害嗎 我不認為啊 第二個以民進黨派系來講嘛 現在想當行政院長呢 我看很多吧 孫昌昌也副習想說 我當行政院長也不錯啊 對不對 徐圖這個未來啊 現場你也覺得說 我幫你小燕最多 不是我當行政院長是誰呢 尤其昌昌大概也會想說 我也當過行政院長啊 他們兩個都 個性都太強了 我來當我比較羅順 當立法院長了 所以再怎麼樣再怎麼樣呢 都輪不到宋先生嘛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跟親民黨 要合作哪一個行政院長的大位 來叼人家胃口 我覺得這可能性是很低的 對就是宋先生何必要這樣 給人家見縫插針的機會 有沒有朱大哥 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把這個問題啊 炒熱的 就是李登輝講的說 他應該要做更大的 對 李登輝這個人老謀身算啦 他只要看到有機會 他就撈著就不放了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應該要怪說國民黨 沒有及時把他們跟親民黨的關係理順 搞得這個老宋啊 已經吃掉耐心了 所以當老宋他們那一邊講說 準備要三黨不夠半 是吧 然後要準備自己啊 再二十個選區推出自己的獲選人啦 李登輝是看到這種情勢啊 國親本來早就貌合神禮啦 李登輝的目的就是要鞏固 已經破裂的國親關係更加惡化 讓國親公然反目 這是李登輝最大的目的啦 那至於說會不會 像剛才講的說選後怎麼樣 我跟你講我在這裡要講啊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我舉兩個例子給大家看 還記得嗎 上一次啊 也就是這個 山中傳起之後啊 李登輝任命好伯村組閣 沒有人相信他會這樣做 說早就都用文人來組閣了嘛 怎麼會用好伯村來組閣 後來我一想有道理 李登輝為了啊 要鞏固他的統治權 沒有什麼不敢用的 那另外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剛才說什麼 民進黨跟親民黨不可能合作 宋楚瑜就已經有前科了嘛 跟陳水扁都合作過一次啦 只不過說結局不是很好看而已 所以說現在的問題啊 我認為啊 到底親民黨應該不至於笨到說 是拿著說我們合作 將來如果贏了的話 你就給我當行政院長 沒有人家這樣談的啦 一定是你親民黨要拿出 你的成績出來 條件一定是民進黨沒過半 加上你宋楚瑜 你親民黨還有你可能從國民黨 挖過來的人如果能過半的話 那當然行政院長就給宋楚瑜去幹嘛 那至於兩岸的關係怎麼樣 宋楚瑜都可以跟阿扁談啦 怎麼不能跟蔡英文談呢 一定更好談 就大家一定有一個聯合執政的協議 比如說來在這段期間 執政期間 行政院院長你不能到大陸去訪問 訂下幾個不能做的 或者說幾個積極的要一定要做的 所以說在我來看啦 其實這一齣戲啊 會不會演成 就是要看 如果宋楚瑜 還這樣繼續執迷不悟 要跟國民黨 要跟馬英九翻到底的話 李登輝就可以再繼續把玩下去 那如果真的吃錯藥了 讓親民黨啊 剛好國民黨沒過半 民進黨還沒過半 我告訴你那局勢就很亂了 可能會出現怎麼樣 親民黨可能上個三個四個 但是有一些以前是親民黨的幹將 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告訴你啊 如果國民黨過半的話 你老送一個人進去 我叫插郎 沒有用啦 但是如果說 兩個人翻過來 就可以過半的話 對老長官他敢的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在1969年 1969年在德國 就是為了兩票 一個掙起來 一票就五萬馬克啊 就兩個德國 基督民主聯盟的議員啊 就在投票的時候 就投給別的政黨啊 他這樣就翻過去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不是不可能 所以說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人家說啊 務必自負而我重生 重要的在我來看就說 宋楚瑜的歷史評價怎麼樣 我認為啊 他應該要珍惜這一點 他過去已經犯過很多的錯誤了 我在這裡提醒一下 所以你剛剛說嘛 他不要再執迷不悟了 這點我等一下聽聽看 東豪的意見 休息會進行網告 馬上回來